上星期六 洛杉矶美亚旅行社举办了 美国西岸自驾游中国媒体及旅游业同行座谈会 与会之中 洛杉矶旅游局代表 以及美亚旅行社的工作人员 做了有关洛杉矶旅游的介绍说明 今次来参加座谈会的有来自湖北、湖南 和四川等地旅游局 以及媒体方面的工作者 湖北省殷斯市旅游局局长刘尚华表示 殷斯市是一个全新的旅游开发地 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其实殷斯最著名的景点就是殷斯大合局 之前由于这个景点一直未被人发现 直到2004年才偶尔被人发现 今年起武汉至旧金山开通直航航线 而且武汉即将开通72小时免签证计划 从美国前往殷斯大合局非常方便 现在去恩施非常方便 武汉到恩施飞机50分钟 坐高铁四个小时就到了 洛杉矶旅游局中国事务总监 余美苗在会上简单地介绍了洛杉矶的情况 他透露表示在今后的12个月内 洛杉矶市将在广州开办该市 在中国的第三间旅游办事处 目前洛杉矶市在北京 以及上海军开办了旅游办事处 天哪维时记者孟子民采访报道